學校園 男黑現場的人類 大家好 我是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小S 有著明星 老飛老步 優秀的基因加持 這新二代 通通不是省油的燈 未來的他們 可以說是前途無量啊 接下來就把時間 交給最意義氣的妹仔 小S大女兒 許希文 Dare to be beautiful I'm the beloved one 学习文小小年纪就会get side in the way 是高级超模颜色脸 这种过人的气质和气场 绝对是混进时尚圈的料 而且人家才国中而已啊 看来小S的十年养成计划 也算是没有白费了 我想要被冠上可能 就是谁谁 俐罗的女儿 或是怎么样子 我想要有我自己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做李子嫣 人家现在可是女团 per six的成员之一哦 天生是帅 拒绝期待 拒绝释怀 突然路还没拿完 都说女大十八变辩章观音面 当年那个爸爸狗尖的小馒头 转眼一进登大廊 变成挺挺玉裂的小姑娘 身布置阿布的完美脸蛋呢 我没有ray过也没有ray过 对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 没有说一句我就懂 对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不认识黄怀璇没关系 听到这首耳熟能详的老个 他的爸爸黄品源总该听过了吧 黄怀璇今年十八岁 他名人的电影 是不是有点混血人的view呢 因为他继承了 妈妈命儿的泰鲁阁族 和荷兰血统 无关超级深邃哦 不过就算长相有老天赏饭吃 他还是很努力累积实力 十八般武艺端出来 小便只有张嘴鼓掌的份 小便只有张嘴鼓掌的份 小便只有张嘴鼓掌 小便只有张嘴鼓掌 学路说才艺感 你好像一人养成班 其实这些东西 都不是我爸妈强迫我的 都是我自己跟我爸妈说 或想求我 当你太投入在一件事情上面 你会过就是你的眼界 就会在那个框框 你会局限在那个框框 所以我觉得要拓展一下我的视野 而台湾冰淇步王彩华的后代传人 就输这两位千金啦 今天我们先把焦点 焦点在大女儿于婷身上 小蛋姐 黄于婷 你现在几时也来这里做什么 对 你是不是太熟了 不好意思 这我女儿 好 海花姐的女儿 黄于婷随汪汪大眼 配上甜美的气质 她可是上过PTT 標特版的女孩哦 卡四位任务 美意吹下去 G.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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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跟小编一起喊 缘母豪 下面一位又是谁家的宝贝踩到了吗 18岁的韩飞连名字都是嫌弃满点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蓝的灯光 我是皮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 韩飞是歌手王中平 和于浩然的女儿 除了遗传阿爸布的高颜值 她也是才女一美 因为韩飞跟爸爸一样有着好歌喉 歌唱十里666 在传声里唱到自己流泪 嘿嘞 唱到自己流泪 她来进我的眼神灰 這次是最後聽歌的明明眼淚 小愛在問他為什麼流淚 生命的男人在漸漸入睡 太次次聽著我們的女人找回 AE關於婦女黨的相愛相殺 認真看完這組就知道了 陳昭蓉和陳品如 這樣你爸媽做到是什麼 我根本不希望他出道 最後他逼不得已 他就牽了一個經紀人 我都不知道 當晚搶機後我覺得更加下定決定 我想要做這一行 就是每天在那邊被罵 然後可是被罵了很開心 訂便當然後幫忙打板啊 我覺得當你很熱衷於 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的淚都不會覺得淚 這段台詞可以多久 交娘有的限制 好像我也沒有交男朋友 因為那個時候 是不是比較好笑 我現在心思比較常 放在工作上面 就是 那有沒有人追你 我也不知道 心思還是放在工作上面 而且 你哪有什麼工作啊 沒有啊 朝著親爹的戲劇路邁進 這陳品如在星座上頭姐妹 可是單綱女一號唷 不然呢 因為你腳臭嗎 我腳臭 你怎麼不說你脖子短 我 我這可是貼了技 你腿又醜又黑 腿又短 我腿 我褲子截下一件 能給你做落地長裙了 你個鱸鵝圈腿 你 我們說好不講這件事 誰誰說的 好 你在家不乖夜毛 洗頭不吹頭髮 上廚廚放充馬頭 你嘴唇有鬍子 你眼下有鬍子 你襪子還不行 你洗頭不洗頭 直行流汗 你腿毛被疼粉還動 你卻改 好了 你們別吵 別吵 恭喜三個女孩 帥哥的聚首 正式加入野獄圈 再來也是含著金湯池出身的 微風董娘 孫芸芸之女廖思維 如果在當微風上 應該會 廖思維身高167公分 皮膚白都發光 氣質脫俗 重點是素顏真面目長這樣 你敢信 假睫毛拿掉了 就是 那個接的睫毛 所以就是 現在就是我自己的睫毛 因為我覺得 中久了以後呢 還是會傷害睫毛 就是你真的睫毛會一直掉 所以我覺得 就是 現在就是 讓我的睫毛呼吸一下 然後 感覺沒有穿衣服 可是沒關係 可以的 Oh my God 難怪廖思維會被網友敲碗 演地觸道 繼續看到 游鴻鳴的21歲女兒 游宇童 純天然女神的成長進化石 豆豆 顏值超標的游宇童 三度登上PTT表特版 而且她還是個理科高材生來著 大學就讀世界名校 UCLA應用數學系 純習游鴻鳴的音樂細胞 游宇童的歌聲也好好聽喔 不熱不冷不變的溫度 你把愛變成很溫 對我是淋淚灑熱汗 牧童不癢磨脆了傷痕 手是屬於我的幸福 常逃離著 好 緊接著登場的是張瓊子的大女兒郭思瑜 繼承老布的一波他也客串過公式 今晚你想點什麼 你怎麼可以不跟我商量 就自己做決定 我是孩子的爸爸 所以你會給孩子一個家 你會願意為了這個孩子 重新進入一段有舒服的婚姻 媽媽是一演員 會不會給你帶來什麼壓力 從小 從小有 因為小時候我很排斥這個身分 我覺得那時候會為了這種慶轉學 真的無情欸 我們都愛心便當 就是中午熱騰騰送到學校去 然後他們就要 我們還不能進去 還要在圍牆外面 然後等他們來領便當 然後就等他 你快走 你快走啊 我自己留給你 對 可是現在長大我就覺得還好 大家只會覺得很酷 沒錯 人要認老奧 把舞台留給年輕人 像小禮被刀的焦恩俊 就很事項 懂得推下來 乖乖當女兒焦曼婷的頭號粉絲 哦 能不能再靠近一點點 能不能再用 別再輕輕管在只有自己的世界 我能再要為你迎接 我不是你 我不是你 你說的那張 看你是你 不是要恐懼的說明 I don't care 不是哪個棒打擊 請你看自己 我努力是最好證據 I would take my time 無所畏懼 正所謂 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上 到底這後浪風光能幾時呢 期待各位未來的表現囉 在富二代就只是有錢 現在只是你剛好爸媽比較有名 就是這樣而已啊 沒有什麼 娛樂董新聞報導 拿去 拿走 帶來